佛祖世家与第六天魔王波寻的终局之战就是一场生死劫 而人类还能否绝处逢生 就在刚刚波寻在穷途末路之下 点燃了场上除主神以外所有人的欲望之火 只为了让世家做出了艰难的抉择 不错 此时的世家无论是选择小灵符还是选择场上的观众 他都会留下遗憾 他的佛心也从此再无清静 而此时善良的小灵符也愿意再次奉献自己 拯救所有的人 可没想到这世家竟然突然冲了上去 他手持六道棍仅仅只是一击便打破那个球蹄 只见他左手拽出小灵符之后 他回头就是一个香魔法音 直接拍在了波寻的额头之上 而这波寻在消散的一瞬间竟然大笑了起来 他的阴谋在这最后的一刻终于得逞 放眼望去整个观众台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而这一切直在瞬息之间 所有的人就连痛苦都未曾感受 直接化为灰金 在这竞技场上 宙斯等众生被彻底的震撼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世家竟为小灵符一人 舍弃了在场所有的人 而此时小灵符也呆傻在场上 眼泪顺着脸庞流了下来 他不知道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他放声大哭 朝着世家吼了起来 你不是慈悲为怀吗 你怎么能放弃这云云众生 这生的机会太过沉重 你让我如何面对 只见世家用右手抚摸着小灵符的头 以后你便是善良的传承 不要忘记将幸福继续带给人们 话音刚落 世家直接召唤出地狱轮回之门 而一旁的地藏菩萨 也看出了世家的抉择 原来世家打算牺牲自己 复活在场所有的人 下一秒 只见世家化为点点的金光 直接飘向了这地狱之门 而随着大门的打开 无数的灵魂冲了出来 只在一瞬间 场上所有的观众都再度回归 谁能想到 这短短的时间里 他们竟然经历了一次轮回 当听闻世家的选择后 他们悲痛不已 而这个时候 经济场正中央一朵莲花 突然盛开 地藏菩萨将这莲花捧在手里 他告诉灵符 你不必太过伤心 这世间一切皆是因果 世家拯救众生 自然功德无量 在不久后 也一定会轮回复生 说完 地藏菩萨转身离去 这一切也随着他的离开 告一段落 这一战也给了众神 足够大的震撼 而女武神的心里 却无畏杂陈 他知道人类的命运 仍然不容乐观 而在下一期的视频中 导国河废水之神 虚左之南 将代表神明出战 此人站在竞技场上 身后把其大蛇虚影 若隐若现 试问这场上的人类 谁敢与我一战 女武神大惊失色 可就在这时 这竞技场东方的上空 就突然飞过一条巨龙 一生龙吟 翔彻天空 正所谓祖龙县 万摩臣服 这人类与神明的第七次大战 就在此刻 好